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又要来分享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 我把这段经文选为 神的欢心和恩典之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享有 神的欢心和恩典 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 怎么样能够拿到的确是神对我们的欢心 在第九节它说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而我们要用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这个蒙招的 我们每天都有人伤害我们的心 感觉到非常不公平 我们很自然的想报复 不过在这段经文当中 它是鼓励我们要有爱 因为有爱你才能够祝福你的敌人 当你祝福你的敌人的时候 第十节就说了 就是说上帝会也要我们一二行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在第十二节说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主的眼会看顾此人 所以如果上帝在看顾我们 如果他的耳朵在听我们的祷告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神的欢心呢 所以在这的话 我想鼓励大家 罗马我们讲说 复仇是归于上帝的 上帝一定会替我们处理这些在世界上 在你本人的心理上的伤害和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懂得学会祝福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得到神的欢心 会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所祈祷的 他会听 他的眼会照看顾我们 这样一来的话 特别在现在经过一个非常不稳定 没有安全感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段经文 大家我们来这个思考 怎么样真正的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反辱骂 而是用爱来祝福他们 把复仇交给上帝 我们一起来祈祷了好不好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祢 祢在十字架为我们使了 因为祢的牺牲 祢的保险 赦免了我的罪 我现在 在我身上也有很多人得罪我的人 我也想得到祢的爱 也把这些付出交给祢 我不想以恶报耳 以辱骂反辱 而我想把这个我的复仇都交给祢 因为我知道祢是个公正的神 我求祢祈祷 祢的耳来听我的祈祷 祢的眼来看顾我 在这段时候 当我们经过这个非常不稳定的世界 祢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祢的头在 因为在祢的怀里 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祢 阿们